长复宁,长复宁你好 戴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长复宁 他是非常知名的体育主播 就看着他的书,又进入了另外一个体育的世界 但是当然这里面这本书非常厉害 其实你文字也非常好 谢谢,谢谢您夸奖 你是真作家,我是假作家 但是这是第一本书是吧? 自己写的第一本书,但是是第二本书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本书是口述 然后请另外,请真正写作的人来写的 那时候没有空对不对? 对,那时候工作比较忙 对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好像自己写的书才是写作扎实 对对对 自己生的孩子 对对对,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虽然我知道现在呢,很多书都是大家别人写的 但这么诚实的人也是很少 谢谢,谢谢 好,这张复宁写的第一本书 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 那他是讲了30个非常有运动家精神的 或者是杰出运动员奋斗的故事 对对对,我想把一些背后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是,那这是时报出版的 那我首先要告诉各位 我决定要在那个广播的广告时间 如果你有开我们FB的话 我们提出悬赏 主要是要送这本书了 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 那你现在先不要急着打一道广告再来打 请问今天受访的来宾是谁 名字不要写错 第一个问题已经出来了 好 那么你可以得到的 我都把人家送我的东西全部都拿来送 哇,这么棒 好,来,这是我的我都送给你好不好 还有常沪宁送的书 好,那么常沪宁的人生 我们先来谈你的书之前谈你的人生好不好 这都可以聊吗 没问题 真的,你爸爸是中广的呀 我爸爸在中广担任行政人员 我爸爸是会计师 在会计师工作 所以你 你 所以我从小是在中广混 在中式隔壁 应该是在整海路那边吧 对对对,在现在地堡 是 哎呀,从小在地堡混多好啊 没有没有 地堡是 是现在他盖起来是地堡 但以前是中广嘛 我以为你爸爸可能在以前在中广主持节目 因为你的国语就是那种中广派的 是吗 就是传统中广派的标准训练 哦,我从小没有接受过特别的训练 就是从小就跟大家一样 九年国民教育这样子 就口音啊 你家里就是最好的训练 是是是 像我们这种宜兰腔也是家里的训练 不要这样啦 很亲切 好,那么 我刚看到这个常慕女友说 你的履历还在当体育主播前还真的挺精彩的 是是是 还蛮可以问 可以可以 因为你你念师大附中耶 嗯,是不是 对 那个年代师大附中挺难考的 对,在我们那个时候 国中考高中 我第一次联考的时候落榜 然后跑去重考班 去补习班念了一年 然后再拼上师大附中 嗯,那爸爸一定很高兴对不对 嗯,那个年代的人 就是希望儿子好好念文心高中 好好读书嘛 爸爸其实是有点失望 因为所有补习班老师都告诉我爸爸说 你儿子一定见钟的 因为我在补习班成绩很好 然后 可是我到考试的那一天 我最拿手的国文作文 也跟写作有关系 结果分数太低了 哎呦 但是我很高兴去师大附中 师大附中好啊 对对对 我很高兴念师大附中 你们那时候有女生了吗 刚刚开始有女生 那你跟我老公同一见 哦,这样子哦 他也是戳脱了很多年才进师大附中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会客气 真的啊,就是重考进去的嘛 是是是 然后这个 可是我后来发现你是异业 对,我异业 你的人生很精彩 后来去牙里补校 对 我一回来砍到师大附中 后来去补校 我就想说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 没有,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可能学校 因为师大附中校风比较自由 对 那我们学校课外活动也蛮多的 我一头就栽到课外活动里面了 就 把念书这件事情都忘记了 就这样而已啊 就这样而已 这样不够精彩 啊,可是真的只有这样子 就是被当掉 就被当掉了 然后就被开除了 没有没有,开除是 呃,离开学校是我自己的选择 就赶快退 赶快退出 因为那个时候在学校有一点点小名气 就觉得好像面子挂不住 对 那你爸爸的感觉又是 气到火冒三丈啊 一定火冒三丈的 我看伯父这个后来晚年的健康被你影响很大 我爸现在身体还可以 谢谢你 还好他撑下来了 是是是 结果你去念补校耶 我去念补校 哎呀 因为那个时候听说念补校就是 可以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 所以我就跑去念补校 我知道你那种心情 青少年的时候 因为很倔强 又是风云人物 那在学校被当 或要 万一被留级也不好看 不如自己请退 对,就是名字被写在穿堂上面 走过去的同学 每个人都看到 哦,原来常妇宁被留级了 那个感觉真的蛮不好 我问这些跟书中没有关系的情节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都这么老了对吧 是是是 就回忆过往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会发现 不管你这条路走的顺也好 歪也好 你最后会走到某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 感觉上有点命定的所在 比如说体育主播 对 不管你干嘛 你还是会过来 是 所以你当年你就去 当年就是在补校 然后就考上这个实践家专 对 你这个一派英气的人 考上实践家专 听起来 在我们那年代听起来怪怪 因为我那个年代只有女生啊 是,我们那个实践家专 在我去考的时候 我考的是家政科 是实践家专 三专 所有三专科系里面 分数 录取分数最低的 对不起,我不能这样一下 没关系,没关系 你继续讲 因为实践家专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是一个新娘学校嘛 是呀,一起家政科 对,家政科 全班五十个人 只有八个男生 我是其中八分之一 是很甘愿进去的吗 不是,是因为我不想再重考了 因为已经重考过一次 刚刚好可以考上这个 对对对 那可是很幸福对吧 也没有那么幸福 蛤? 我是说在班上 是啊 但是在实践家专 那几年 跟实践家专 我就 后来一到学校 就加入学校校队 篮球校队 然后就在校队里面 度过了很快乐的时光 这是真的 所以家政科在学什么? 家政科在学 除了女生生小孩 我不会之外 基本上我都会 真的还假的 所以你就一直都在家政科 一直都在家政科 八个都念毕业的 还是其实很多男生就转走了 我 我们班好像全班八个男生 一直都在耶 了不起耶 然后家政科 然后篮球校队 篮球校队 你的人生很冲突 后来还当了演员跟空服员 对对对 在实践家专的时候 因为学校有服装科 对 那服装科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展览 毕业展 然后他们在 继续讲没关系 在这个学校 在学习当中 也有一些其他展览 所以他们要找男生的模特 就来排球队跟篮球队找 因为高个都在那边 所以我就因为走 走秀的关系 因为他有几百八十二公分 对 好这个就是长妇女 因为我一看他的学历 我就知道这个人 你人生一定混得很精彩 没有没有没有 果然一问下去 比我想象中还更精彩 就是乱混乱混 原来家政科也有男生 对真的蛮少 你在那个年代 其实就是要应付我们这种 因为我们以前家政科 实践只收女生 家政科又只有女生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就跟护理系的男生一样一定 会受到特殊的待遇 物以事为贵 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 我们第一个这个 你刚刚要说要送东西 对不对 你解释一下 姓常是哪里的人 我是江苏南京人 所以有的是 你知道姓常也有东北人 对对对 有很多东北人 对对对对 好长富宁 他的名字听起来很像满清贵族 有没有 哈哈哈哈 那是我爸取的好 满清贵族也有人姓常 哦 是是 来长富宁 后来他们是改姓 长富宁 好 只要回答这三个字 有没有 有没有 送这个之外 再送给你看这一匹可爱的小马 在在这里 好你这两个 麻烦你都签名一下 来 好好 这匹马也签名 签名在马的背后 没关系 签名在马背上 对对对 就今天的礼物 这样比较有纪念性 好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体育主播长富宁 那 他在时报出版 哦 这个签名也真潇洒 好 好 真的是很奇特的 很奇特的人生 可是我看你也没有什么挣扎 你做什么就开开心心的去了 是这样吗 我尽量都随语而安 对对对 大家说你好特别的主播 好 有观众有 听众有特别的问题 很多人 没有特别的问题 他们只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好 好 那个 来我们 我们这样好了 好 我们就送给一个 好 廖庆如 小姐 哦 廖小姐 恭喜你 恭喜你 你得到了今天最丰盛的礼物 等一下还有 就是 等一下我会在那个每段广告之前 要出题目 来 给你三颗星 你会看到 好 好 那么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 不好意思 这十个字是等一下下一段 要不要送出书的答案 哦 大家要赶快记下来 是是是是 你看那个常妇你每天都面带微笑啊 你真的不知道 其实他人生曲折不坎坷 蛮妙的吧 人生曲折不坎坷 对啦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看你很OK啊 也没吃啥苦头 就是要随语而安啊 要随语而安 好然后后来就是在那个念佳正课的时候 人家找你去干嘛 你就去了嘛 觉得好玩就去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去当了演员 你演过田眼 你长得蛮像刑警的啦 是是是 你演过金萍梅耶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特别节目 就一个特别 在过年的时候吧 我记得 不是真的金萍梅 不是真的金萍梅 对那是搞笑版 真的吗 你演什么 武大郎 欸不对我演武松了 对嘛 武大郎是别人 武大郎应该是150公分以下 没有我开玩笑 对 好后来你还去当过空服员 在当体育主播之前 在当过空服员 也当过model 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 帮学校的学姐学长他们走秀 然后走完之后 先从模特儿开始 然后再去演戏 然后后来就到了国泰这样子 是 当过空服员 对 多久 其实我空服员才当了三年左右而已 那也蛮长的 会吗 对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蛮喜欢的 我觉得你很习惯跟一群女生在一起 而且出于得罪 空服员跟家政客都是这样 也不尽然 其实我觉得就是空服员有一种 我觉得可以在不同的场域 不同的环境当中跟不同的人接触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那家飞机应该都只有你一个男性空服员 不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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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都是就是随便乱抽的 就是男生女生并没有固定说人数一定要多少 可是比例比较少 男生空服员确实比较少一点 对 好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你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的职业就看起来都人人称现 什么大家觉得很好的职业你也都做过了 我妈帮我算过一次命 那算命的先生告诉我妈说 你儿子做的工作一定是很小人做的工作 我在想说怎么会怎么会这么巧 那时候我已经在做体育主播了 那事实上确实啊 空服员跟体育主播演员 model 其实并不是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常常接触到的 这个在叫做差异化竞争 可能是吧 我可能运气比较好而已 我觉得我有时候运气真的比较好 是不过你真的是蛮奇特的 因为他是你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常触你 他其实长得非常阳刚 对对对 那你又是怎么样当了体育主播呢 从小热爱体育跟会打篮球 应该就是你的特长 但是当体育主播这件事情 后来在我斯大夫中毕业之后 毕业之后 同班同学跟我讲过就是说 我在班上曾经告诉大家说 我想要当体育主播这件事情 但我完全忘记了 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去国泰之后有一次在民生报 我想主持人可能 还有部分的听众可能知道民生报 大概六年级以上都知道民生报 对对对 在民生报看到一个小广告 然后这个小广告就是 ESPN要找新的体育主播 那我爸就问我说 你小时候不是曾经有过这个梦想想要当体育主播吗 我说真的吗 我怎么不记得 你爸爸其实虽然不说什么 但一直很关心你的前途 当然当然 我相信这是我爸从小到大都一直在做一件事 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应征 然后我一直都 因为当时有个工作在身 我就一直把这事情当成耳边风 我就没记得 结果我爸看不下去了 他自己写的履历表就寄到公司去 然后不晓得公司是用什么方式 不知道是用电风扇吹的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把我的履历表挑出来就通知我 打电话通知我要去面试 可是刚刚跟主持人讲过就是 我其实人在香港台北两边跑 那有时 那时候的手机 你在国外接手机 哇那多少钱啊 接电话那多少钱 所以我的电话是 那时候没有LINE 各位不要想错 对对对 是回台湾才会开机的 结果公ESPN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正好我人在台湾 所以我真的正好就接到这个电话 要不然我错过这个电话 我也不晓得面试的时间 当然就不太可能去面试 然后 你还是会很开心的当空服员 对对对 我可能就继续我的工作 其实你是个乖乖乖 虽然我说不屈折不坎坷 其实你在某个行业里 你也都算乖乖拍 还可以啦 还可以 我可能当了主播之后 稍微比较搞怪一点 因为我想要给观众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可能会想比较多的点子 可是在其他工作上面 我真的就只是一个 所以你很轻易的就被录取了 没有耶 我我很轻易的被录取是因为 我在可能得失心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之下 去应征 然后在当时面试的时候 大概有十五六位应试的人 只有我一个人是完全没有跟媒体相关的 或者是跟运动相关底子的一个候选人 我应该讲自己是候选人 大部分的包括像当时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包括像当时在职业篮球 职业篮的这个经理等等 然后 大家都想要到目前去 因为那时候机会也刚好很大 对又是ESPN这个国际品牌 然后我是三号 我进去就按照当时的流程 把所有流程应征 讲完了之后 结果没想到后来我的主管 从这个应征 我们在那个师班大学对面的楼顶 顶楼有一个摄影棚 是一个实习摄影棚 他从摄影棚里面追出来 用香港枪 用广东枪的国语问我说 哎呀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呢 我以为说 他可能刚刚忘记问我这个问题了 因为可能这是问每一个去应征的人的问题 他想知道什么时候他能上班 我就说 我现在还有工作 可能没办法马上来 我还拿翘 对 他就说 嗯 可是我们觉得就是雷了 我说怎么会呢 我说你后面还有十几个人还没应征 我知道啊 但是 我觉得我们都觉得就是雷了 果然是国太空虎原香港枪 他学的超像 他就这样跟我讲 我那时候觉得 那是我人生的最大的冲击点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点 他好像这个喜从天这样 这个愿望 其实只要我们许下愿望 好像上帝都会帮助我们来完成 真的齁 那我现在赶快训练 我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你想干嘛 这个有时候涉及全人类的办法 涉及全人类 我相信这个疫情也是他给我们的某一种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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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让你悟出某种道理 是是是 很有可能 这是面对灾难时的应有态度 不要抱怨他 好 好 那我们就要来谈谈这本书 我刚刚有说到悬赏就是书名 我简单的念一下 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是 我们来讲这个具具有运动家精神的 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呢 下一段我们再聊 好来 这个书名来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书 这也是因为疫情才有空写的吧 没有 其实我整本书写了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当然 我觉得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 这本书在疫情期间真的是 给我比较多的时间 因为当时国外的比赛 运动项目也都 运动赛事都停摆 所以我有比较多的时间来把书完成 这也是真的 所以运动项目停摆的话 体育主播要干嘛 我们就做一些怀旧的比赛 经典赛事 等于是你也就是重新把 那个没有拍电影 就把以前的电影拿出来 讲解一番的意思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那时候 大部分都在播一些怀旧的比赛 从黑白播到彩色都有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人选出来 好 你自己选啊 因为我已经这名字看熟了 我选就不公平 对不对 我会选给最常播的人 来 你就点一个主播台下的好球带 就十个字都写对的 十个字都写 我往前面稍微选一点 好 来 你要选给谁 哦 有一根写好多次哦 好 那我选给林志吉先生 好不好 好来 男生也许很喜欢这本书 好 林志吉先生 对 好林志吉先生 你得奖了 好不好 好 好 请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今天一定要联络 好 谢谢 然后如果有分享和按赞的话呢 我这本书呢 这本是我做笔记的书也可以送读 不过我做笔记的书一定是 别有折的乱七八糟 有读书习惯不好 是是是 这个你也请签名 好 谢谢 我们等一下要讲哪一个故事 我们讲 我跟你讲 我熟的人不多啦 但故事我都还蛮感动的 好 比如说罗迪克啊 嗯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讲的很精彩 还有一个被高尔夫球打中大脑的啊 是是是 有没有 对对对 或者是老虎舞姿大家比较熟 是是是 还有那几个五千公尺的 那个跑的女将 对两个女将 那一片大家可能在网路上有 一定可以找的到 对对对 我觉得 还有那种 后面其实有个很类似的就是赛车场 我也不要赢了 嗯 我想要去救人 对对对 那个是他队友吗 还是不是 不是那他竞争对手 对竞争对手 可是那个缠面很残忍 就 但是如果他不停下来 虽然人没有救起来 可是如果他不停下来 他人生会更 更不舒服 对对对 我想他可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好 好那这个 今天我们来的是 常富宁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 那你如果分享按赞也可以 这个今天下午五点 会公布得奖人 也就是你会得到作者的签名的书 那么 其实常富宁很可爱 他的文笔很好 所以作文给你那么低的分数是不应该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过你放心 我高中的时候作文也得过零分 啊真的 对 那有可能啦 我觉得老师没眼光 他不欣赏我的意识形态 是是是 但是其实人齁 是心胸宽大你的学生将来才会感念你 好 我就把这句话记下来 虽然我没有学生 但我觉得这句话很受用 心胸宽大不是说原谅那种不再混的学生 而是当学生跟你有不同观点的时候 你应该要心平气和的去去看看他的存在 而不是给他零分 所以要广纳百川的意思 是的 嗯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里面的故事 好 你要先讲哪一个 先讲那个脑袋 就打高尔夫球 一开始个还没成名脑袋就被砸烂了 其实他从来都没有成名过 这个小朋友从来都没有成名过 我写这个故事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故事 我写这个故事 难怪我不认识他 是在高尔夫频道上面看到一个 跟克雷格 对对对 他其实只是一个邻居的小男孩而已 热爱高尔夫球的一个邻居小男孩 然后他又得一个战胜逆境奖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某一个他跟朋友一起去开心打球的早上 没有想到碰上了飓风 飓风把树干打断 然后这么粗的一个树干直接打到他后脑勺 当场脑浆就流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在你最喜欢做的事情上面居然碰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而且其实那时候本来没事 就是低震预风对不对 不然谁也不会在球场上打 对 有些时候有人打雷 被高尔夫球上也是有被那个雷打死的 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本来就大雨在 就是也不是刚开始第一次 大家还逗留在这里 可是这小朋友真倒霉 对对对 那也正好旁边就正好有个医生可以帮他做一个临时的 而且紧急的一个照护 等到救护车来 然后才把他送去医院 但是他去送去医院的时候 他整个人应该打到脑袋 这个真的很难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办法救活 没想到经过这么久的昏迷时间他居然醒过来 是不过这也当然是父母的努力跟医生的努力 对对对 可是他是已经把一部分的脑栽除 反正也不能用 对 所以他也不记得自己发生过那段故事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老天爷给他的恩宠 让他不要记得这件事情 反而让他在他最爱的高尔夫球运动上面 他选择继续下去 这真了不起 明明你是在那里很惨的 对对对 我在想说我在自己最爱的事情上面 跌了这么大一跤 我还要回来再去从事这个运动 或再去从事我最爱的工作 我觉得要克服很多 如果是东方人一定说我们跟这个球场是相克 没缘啦 爸妈也不准你再送进去的 对对对对 球场集粉场嘛 对对对 可是他本来是怎么左手臂手掌全部都没有 对就是因为他脑栽除了之后 就是整个人 而且当时受伤的关系 整个人他必须要改过来 就是右手 惯用右手变成惯用左手 惯用左手变成惯用右手 我觉得一切从头来过 这个要重新学习讲话等等等等 那又是一个非常多障碍必须要去克服的一个很艰难的人生环境 所以他后来手的瘫痪也都没有完全就是恢复 对对对对对 结果他还是高尔夫球的校队 还是高尔夫球的校队 还参加了这个大学的赛事 对正好就是在他发生这件事情的周年纪念日 是 怎么会这么巧 是啊 你这个上面写的真的蛮感人的啦 你说他妈妈跟他说 我只希望他在未来还能够 这个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一个他想要的人生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让我感动 而不是一个为我们而活的人生 对对对 这天底下的父母要听一下 每个人都是常常想要限制自己的儿女的发展 其实他母亲是希望他活下来 就是只要他开心就好 已经万幸了 好那么我们再来讲一讲其他例子 其实罗迪克这个大家有印象吗 Andy Roddick 实践球王 他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也不小了 对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运动场上是悲哀的 对不对 就是动不动一下子超过三十几岁 就被称为老将 像我们这年纪在运动场上肯定是个人锐 人锐 对 我觉得Roddick不简单 因为在球场上面大家都想要争取最好的成绩 那在争取最好的成绩过程当中 如果说裁判来了一个误判 那你也就摸摸鼻子接受啊 老天对我的见顾多给我一分哪有不好的 你常看到他在骂裁判 对对对 但没有想到Roddick他的 他的这个运动家的精神 居然是这个样子 他觉得说这一分不对哦 你判错了 我觉得我这一分应该要还给对手 也就是说他在那里跟裁判大小声 并不是为了说我告诉你哦 这个是他失分 对对对 他当然也会做这种抗议 但是在这场球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裁判判那一球是他赢哦 对对对 他认为他没有赢 他说其实我把他打界外了 对对对对对 不是说别人打界外 是我打界外 而且那个关键点 他竟然跟裁判说你这样判错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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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气势从自己的身上转到对手那边 有时候很难拉回来 也许就是这一分转回来的那个气势 当时两个人在场上对阵的那个气势 但我就觉得这是罗迪克让人佩服的地方 他宁可在这一分上面 或在这个气势上面让给对手 他也不愿意说 我今天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就拿下这一分 你知道很多时候有很大的压力 还好他不是一个团体运动 你记不得那个马拉杜娜 你们一定记得 对对对 他那个上帝之手 你看他过了多少年 已经过了那种追溯几次 他才敢讲 否则他可能会被他国人打死 没错 对我觉得 他也不是故意去播他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因素一样他就碰到 但是他还是要忏悔说 对不起那一球不应该算我的分数 我觉得个人的运动有时候是很孤独的 然后在球场上面 当你没有人可以去讨论 或是没有人可以跟你去一起分享 这个输跟赢的时候 你在球场上面 因为每个决定都需要自己来负责 当然团队运动当中也会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个人运动上面更有那种 自己为自己的一切去负责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运动家精神 对 那你为运动家精神下的柱角挺好 你说就算演员也不一定能够碰到像运动场上有时候这种突如其来的具有启发性的脚本 对对对这个脚本有些时候写是写不出来的 就正好在那个当下被你碰到了 那你在那个当下你的原本的人就是你的个性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就会发挥出来 好就是这个好我们在这里这个广播中间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好 好 来你就就这本故事你还有最想要告诉大家的提醒大家的运动家精神的故事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那个德布卡高中那个故事就篮球当保龄球打那个 对对对其实那个其实是一个蛮小的一个故事而且德布卡高中这种学校我们大概一辈子也不会碰到也不会听到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篮球迷校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学校对对对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没有想到就是我到对方到世仇家里面去做客打比赛 我带的是蛮腔的热血想要把对方给打败 但对方的队长家里面竟然发生桑姆之痛 而且就在比赛那天早上 我觉得教练他医生做的做的很好他告诉对方教练说没有关系你尽量 你需要多少时间让大家的情绪能够平复你就用这些时间我们可以等你 我觉得光这点就已经给他的球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试分 所以这个比赛还继续进行吗 对对对对 就还没开始之前已经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可能还没开始之前的没多久发生他大家都对方都还很惊慌对对对 他就很体谅他很能够体会 对方碰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面的感受 所以他给对方很充裕的时间去平复他们的情绪 而当这个队长在医院处理他妈妈的事情之后 来到球场他原本只是想要帮自己的队友加油 他原本只是想要帮自己的队友加油 队长也真的是主力求人啊对不对 没错 然后突然之间他也不晓得哪里来的灵感 他说他妈妈会希望他打这场球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篮球规则里面写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是登陆在名单上面你要上场比赛 对方要先罚两球 等于送给对方两分的意思 因为罚球命中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没想到对方教练跟裁判讲说我们不想要这个罚球 但裁判碍于规则因为是白纸黑字 他说不行你一定要罚这两球 所以他告诉他球队当中罚球最好的那个球员 他告诉他说你上场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 他不是告诉他说你一定要罚进或你一定要怎么样 他只是用一个 一个启发性的方式去告诉自己的选手 我知道他就故意投不进 对他就把球在地上滚到这个底线 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奥妙的兵法 如果今天他告诉全队罚球最不进的叫他去罚 搞不好他还会进 对对对有可能 你可以知道吗 对有可能 想要表现吗 对对对 他叫那个最会进的人去罚 他才能真正故意投不进 对 没错 对 就是你找一个歪打正着的人 跟你找一个百发百中的人 那我当然还是找百发百中的人 他的把握性起码比较高 我好喜欢研究这种赛局 是吗 这好像以前调兵遣将 这时候你应该最用最好的那支兵还最坏的去 对对对 不是每次都要派最好的 对对对对 好刚刚这个常妇你讲了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故事 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的故事 其实从这里就看到这个运动家精神 有时候你会发现 怎么对方的阻力不见呢 你知道我们会很侥幸的想说 哇天是我也 对呀 这么好的机会 不趁乱打败他 那还要等什么呢 但有些时候 我跟你讲 人生不是以赢为主 有时候你要对得起自己的 这一辈子所信仰的真理 也就是我们要赢得漂亮赢得光荣 而不是赢在对方倒霉时啊 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场域上面 那这四句话我觉得用你的声音来念非常感人 声音是非常标准的传统中广的声音 在十四行诗里面这个威廉汉里来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句话是 这四句是写得非常非常好 都可以当每个人座右鸣的 是 纵有过去多所威胁 我从来不曾畏惧 你是我的生命的主宰 你是我的灵魂的主人 这个是曼德拉讲的 是 这个不是那个十六行诗的 这是曼德拉讲的电影的精神的主宰 那么其实曼德拉当然 我们现在就不用再讲这位南非的伟大政治人物 南非的国父 他应该是我是我生命的主宰 我是我灵魂的主人 虽然他们都信仰上帝 但是他那时候知道 人生已经到达他要决定的那一刻了 我觉得他这个胸襟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他是非常宽阔的 他在进入到监狱以后 从人人喊打的一个感觉上是恐怖分子 到民选总统这段路 我觉得走的真的相当不简单 但他握有最大权力的时候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并不是我怎么样去铲除异己 我反而是想说我要让南非这个国度 我怎么样迈向繁荣进步甚至越来越好 那他所想到就是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黑白种族大家 能够融合在一起 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的运动 我觉得这部拍成电影 这个故事拍成电影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感动 是好那么这次被人讲的 这部电影其实大家我是没有看过了 推荐你 是 那你告诉大家 他的真正片名叫什么 打不倒的勇者 是好 那有关于运动员的人生 我一直觉得能够从事运动的人是相当的伟大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运动员的 能够真正到巅峰的那个期限非常有限 对 奥运四年才一次 你刚好万一身不逢死 错过了几次 你就算自己觉得有世界冠军的实力 也没有办法这个扬眉吐气 没办法走上世界舞台 就像是今年的这个2020年的日本动静要运的一样 突然就禁止了 对 养兵千日 一死也没有了 真的 再过四年 有可能石破玉 再过四年你就老了 对 有可能后浪已经把你的前浪推掉了 是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个这个伟大的比赛 来讲那个老虎舞姿好的 大家都认识他 对对对 那个我觉得这个人也是 你知道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刻苦在练的人 别人在干嘛他也在练 不过当他已经成平之后 他搞出来的这个事情还真不小 对我觉得他的这个东山再起不简单的地方在于他所面对到的并不只有伤势或者是一些他身外的事情 我觉得他有点 他的人格被怀疑 对对对 他有点从这个外太空掉到黑洞里面 这个黑洞还是自己挖的 然后要从这个黑洞走出来要接受应该不能说接受要去想办法让曾经对他有过不同看法那些人对他再改观 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发生的这些事情 然后虎兹可以说是 尤其后来他半生的那一刹那 对对对他可以说天之骄子 在高尔夫球界 然后后来因为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 包括了他的伤势 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私生活 然后甚至他还因为酒驾在路中间睡着了 被警察带走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 可能中间还涉及某些禁药风波 对不对 有可能 就是不应该不是禁药 就不应该吸的药 对对对 那这些事情都重创他的名声 当然也影响了他的成绩 他的世界排名曾经一度掉到700名 从第一掉到第700 这是个什么样的鸿沟啊 这个太难了 你知道大家会说什么吗 他不行 连699的人都会说 你看我在老虎之前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说他不行也就算了 这个很难忍耐 连那个鸡啊狗啊 都在老虎面前 对对对 耀武扬威的时候 是啊 然后接下来呢 他想办法去改变他自己的人生 改变他自己人生之后 他因为伤势的关系 他必须要改变他自己的灰感动作 然后让这个灰感动作能够 看他现在的伤势做个朋友 然后慢慢慢慢的再打回 他曾经拥有过的一切 这些不管是高尔夫球场上 他那个自信的一个表现 或者说他最后拿下冠军的荣耀 这些都在2018年的时候 完成了 2019年他居然又登上了 他第一次扬名立万的 美国高尔夫名人赛的冠军 也就是说他又从700名再爬上 再爬回来了 这个怎么 我觉得尤其在高尔夫球界 这个这么讲求心理的一个运动 那高尔夫球那个冠军 就是可以穿上一个绿色的夹克 对对对对 那已经是他第五度封王 可是这次并不容易 因为隔了好久好久 大家已经都 就是连记者想要去拍他狗仔新闻 应该都懒了的时候 谁去拍一个700名的 对对对没有要去拍700名的 但是老虎兹居然相隔这么久 又穿上了这件绿夹克 我觉得这一次的绿夹克对他来讲 应该是意义非凡的 其实到时候不管说对他失望过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 大家连那个篮球之神乔丹都说 这是我看过最伟大的东山再起 对因为乔丹自己本身 他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他篮球打得好好的 然后连拿三届冠军之后 他说我不打了 我要去打棒球 因为那是我小时候梦想 结果在棒球场上表现不如预期 好了那我再回篮球场好了 可是已经经过好几年 好像还受伤了 对啊已经经过好几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 他因为自己生理其境 所以他讲出这句话 我觉得特别的有感 可是其实我很了解乔丹在做什么 如果你从生涯规划来看 觉得这个人明明已经都是篮球之神 他是不应该再去打棒球 这有一个气笑嘛 就好像我做半导体第一名 台积天突然来做泡面 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对不对 泡面有点凉 就被动元件之类的 可是你要知道 人的一辈子就是那一辈子 他在这边成名 那个不是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是他小时候还没有完成过的 这件事情 所以他花了三年去做他 虽然证明自己不行 可是那个对他的人生意义很重大 因为他做过 我们人生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件事情 我其实小时候是我的梦想 明明我知道我不行 我其实也明白我也不在这里成名 但是我真心想去做的呢 可能写作就是我的梦想之一 所以我说我是个伪作家 就说我不行 但是我要把他第一本书自己 对对对 假作家写的真故事 是啊 其实我最近也是想到 因为我最近常在写那个 我最近在念那个历史博士版 我去念那个月入书院的 其实那个很难念 然后我在写报告的时候 那个报告题目很冷门 我明明也知道我不行 就是我知道我毕业的不会当教授 也不会变成伟大学者 可是你知道梦想多么感人吗 你回到初中江湖混了很久 你在写的时候 看着这无聊的报告 你心里都犯出感动 这不是很行吗 哦对对对 你写作是什么这种感觉 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 明明作文是被 曾经被当掉的 对不对 看你没有考上好高中 斯大夫中也是好高中 看你没有考上健康 但没关系 可是你现在要在这里 证明你行 好 希望 希望大家也跟我一起 想办法来让我知道我行 好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 常赴您 那请分享哦 我们有这个礼物要送给你 我们还有 我不要送什么礼物的 第二个我们是送 第二位 还有那个分享礼 我们送这个书 这是吴淡如的袋子 我画的 我告诉你 这很可爱 对对 你要不要 来送你一个 真的吗 真的真的 这我画的 我有签名 那这样子 没关系我还有 好 我去印的 我跟你讲 我知道我不会变画家 但画图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 哦 所以我也没有要证明我行 但是我就是要做怎么样 是是是 对不对 我的时间拿去写稿 或比如说你现在 我回去做节目 对不对 前不久报纸有传 一个小时还有几万块 但是我不想在那里证明我行啊 我懂 你懂了 我懂我懂 对对我们已经懂 我们已经懂了那个乔丹在做什么 对对对 所以他就打棒球是对的 嗯嗯嗯 好谢谢 谢谢 请笑纳 谢谢 谢谢 大家也可以得到 没有多少歌哦 很珍贵哦 对对对很珍贵 好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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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